今天跟田上两个人刚从山上带这个桃子回来 现在就马上上 下午两点钟就要发出去 我们这都是现在先发的 每天就是早上摘 中午的时候就下午的时候发着冷 像省了一块的话 今天发明天就收到 一般情况都是像发稍微远的 情况都是天天发后天到 好了 这个一格一层是12个孔 上下24个孔但是都没装 上面还有两个孔 等于这一箱是装了21个 这边还有五箱没装搬过去了 这边 这个挑出来了今天 今天挑出来多 28.7斤 去掉4斤皮 还有24斤 这个都是好多是碰上的 我们也自己 蛮可以看了 这个碰上的里面都是好的 你看 今天早晨我都挑了很好了 摘的时候 这都碰上的了 这都碰上的 这个主要是漏 漏不好 再加上现在这个 熟了 很熟度已经够了 现在我们摘的话都不敢摘得太 再清理 现在清理 现在清理也是甜的了 清理也是甜的 我们自己尝的 在做上都尝的 摘个方便面 我们这里吃豆腐 吃吗 我不吃这个 我也吃面 你自己吃了 嗯 撒了你撒啊 嗯 你买好了 坐这边来 7块钱都付一下啊 等一下我给你付 看你这碗面哦 看上去很好看 吃蘿多面吧 老板给我夹了 夹了两个一张 我说今天有点热了 我夹了两个 看我吃不够 我这个也好吃 尝一下吗 我不吃 我吃这个 得吃这个 如果就吃点我的 热了 特别热了 早饭就没吃早饭 到现在两点钟了 再加上的面条 你那个几块钱 我那个八百钱 我这本家三块嘛 所以叫做些豆腐啊 那豆腐是两块钱一块是吧 嗯 叫一些小的这种的 这些东西 太热了 都快三点了回家了 本来今天是准备说 发完这个货 去回老家去 结果发完今天发货 发完以后太晚了 主要是等那个货车 我们自己拉了一点 那个货车 给我们拉了一点 我们自己拉回来的 打包打完了 他们的车还没来 我们就只能等 耽误了一下时间 今天我在那边 摘黄桃的时候 就是那个果园老板 他就说 要把那个果园 承报给我 因为他的小孩啊 说他们年纪大了 不想让他们 再去辛苦管理那个果园 管理果园 确实是很辛苦的 那个果园大概有 他摘了70根桃树 还有黎树 他说喂鸡的话 可以喂个 200多只鸡 也可以喂鸭 喂鸭 一年 他说给他5000块钱 我说 那这个桃树 我又没这个技术管理 他说我负责这个 给你出技术 反正你 不懂得 就来问我就可以了 那吃买多少钱呢 5000块 就给你管 然后就 一年5000块 那个交通也比较方便 路边上 都是合计合计 在家里还是要有个稳定的四桌 看嘛 先把桃子卖完 我累死了 好了回去了 反正我一说到这个事情 他就 好了 不说了 好